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啊 是空调的声音 可是都停掉了 空调怎么还工作 你们公司是不是也有养什么宠物啊 没有啊 联练 江姐 上次我看的那个剧本没有消息吗 我还挺喜欢那个角色的 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呢 林一舟的事情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解约的解约 观望的观望 搁置的搁置 虽然我们发了澄清声明 但是舆论对你的形象和口碑 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目前呢 电视剧 电影还在观望 广告呢 我们在谈 其他的呢 就耐心等等 调整好心态 别慌 我知道 虽然林一舟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影响还没有那么快消除 我觉得我们应该主动些 因为好机会还是要去争取的 当然了 我正好要找几位导演 和制片人聊一下 看他们的戏上有没有合适你的角色 争取一下 嗯 然后我对未来戏炉的拓宽有一些想法 有时间想找老板聊一下 看看公司的意见 有想法当然好了 这样 下午呢 我约约夏老板 看看时间 好 接电话 喂 您好 您好 是夏林夏小店吗 我是制片人张红 哦 您好 您好 张制片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啊 是这样 夏林 我一直很认可你的演技 觉得你是用心演戏的女演员 嗯 虽然前阵子受了点舆论的影响 但现在正向大白 你的坚持啊 还是可以加重很好的宜人形象 我知道你能有部戏很适合你 想邀请你来聊一聊 不知道你有空吗 谢谢张制片的认可 我很感兴趣 但是 时间上的问题 可能要和我经纪人聊一下 他现在就在我身边 要不你们聊一下 啊 哎 这样 这样 我先确定一下时间 再给你打过来吧 好 先这样 他挂了 说确定好时间 再联系我 张制片 张红 哦 对 是他 他说有一个角色很适合我 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林依舟 你和林依舟现在是 我和林依舟已经和好了 夏琳 你跟她在一起对你的事业 没有一点好处 之前的舆论对你的影响 你自己不是不知道 你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 真相不是已经澄清了吗 林依舟是被冤枉的 而且现在网上的舆论 都是相信我们的 好 我不干涉你的感情生活 你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 你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 别影响拍戏就行 江姐 我知道你是太在意我的事业了 所以我感情上一出什么问题 你比我还着急 但其实 我不想把感情和工作 混为一谈 你自己知道就好 而且我和林依舟的缘分 也不是从合约关系开始的 我第一次见林依舟的时候 就觉得似曾相识 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 两年前 我们在一个化妆舞会上 就遇到过 化妆舞会 当时什么情况 那个舞会上的事 我印象特别深 当时人很多 我被人撞了一下 差点摔倒 有一个戴面具的男人 扶住了我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后来我在林依舟的房间 发现了那个面具之后 我才知道 那个人就是林依舟 没想到你们还挺有缘分的 看来你们相爱 是命中注定的 所以我要举办一个化妆舞会 想重温一下当年的场景 给她一个惊喜 那林总可是太幸福了 你要准备这个惊喜 得花不少时间吧 所以我要提前告诉你一下 我怕时间上会有什么冲突 但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耽误工作的 姜姐那我先走了 这会有什么安排 你随时告诉我 好 我先走了 快看 看完给我 我不能留太久 快看 看完给我 这次这么小心啊 这次这么小心啊 订婚契约 这料确实够猛的 猛料知道怎么报吧 不用我教你吧 今晚九点 好 小看 别你 看看 有什么事 你 你 找我 我 你 是 我 你 你 电话协议呢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温特朱 合同已经拿到了 您好 弟弟 姐姐不会让你白受苦的 所以我想举办一个假面舞会 重温一下当年的场景 给林依州一个惊喜 你得不到的 他们也别想得到 姜姐 老板找你 我来 姜御诗 公司的艺人你都敢动手了 还有没有把我这个老板 放在眼里啊 你立刻给我收拾东西 马上走人 夏连不用你带了 如果你再敢动什么手脚 这个圈儿你都别想混了 等一下 来 查一查 来 嗯 嗯 小毛 你最近在胡友上 发动态的频率 怎么越来越低了呀 我看你除了一副上心 拍了几张照片以外 其他的生活呀日常呀都没有 你这样可不利于品牌经营啊 小心掉粉哦 没事儿 我只是最近忙没时间发而已 我现在就发 嗯 别急啊 哎 小毛 哎 哎 哎 看什么呢 哎 哎 看什么呢 哎 我准备拍照发胡有呢 哎 然后这边呢 来 我把这个人们走 那边呢 有点的 既然呢 我给你帮你帮我一顶 乱enez娘 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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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他什么时间啊 我的手 他非常意愿 太好 这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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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我那个 我一直都希望自己的婚礼和婚纱照 能够通过这样旅行摄影的方式来举行 可以和老公分享旅行 然后有甜蜜的回忆 还有幸福感满满的照片 关键是 你们有这么多旅拍的地点可以选择 真的是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 看来我都不用过多介绍 你也很理解 我去那里拍两张照片就回来 下次可以去 你在这坐一会儿啊 然后我们根据这些情况 上到一家护肖照的方案 你看怎么样 真的能遇到和自己心灵契合的人 真的是很幸运的 是啊 什么 亲爱的 别生气了 这位小姐是 这位小姐 楚妍是因为跟我吵架了 才来跟你相亲的 她说的话 你可别当真啊 楚先生 这是我未婚夫 你好 你好 娘 娘 你还是你 那下一次见面就是在公司了 然后我们再详细聊一下 旅派的方案 好嘞 那我就 不打扰你和这位小姐了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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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再见 再见 人都走了 你还不松手啊 站住 刚刚那位女士是我的客户 她带了她的未婚夫 来我们公司拍照 你搞什么 原来是这样 我以为是像你上次那样 有难我特意来帮你的嘛 原来你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事啊 怎么样 整回来是不是很爽 要不然以后我爸来逼我婚的时候 我就叫你来帮忙 我看你演得不错 什么 我跟你开玩笑的 不过 你刚刚把我客户吓跑了 这笔账我可是要记在你头上 他们是你客户 我也是你客户啊 你帮他们拍照 我也要你拍照 那 给我拍 现在 对啊 对啊 又记得附险啊 拍完再说 嗯 你看 你还把你拍照 你还猜 你还要拍照 你还要拍照 你还可以拍照 都在你身上 我照顾不够 什么 衣服 我得现在 你还要拍照 我帮你 你这家那儿 我帮你 你什么 你那你 你就把我看到 你还想不敢 你去天凡 你 num担当 你现在还要 那你还要 好 陌陌 你这是 爱 интересн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劳烦你把酒吧的监控调出来 谢谢 看看吧 文历 证物收好了吗 原来你早就发现了 所以 订婚协议 也是你调包的 夏琳 好好看看你身边这个男人有多阴险 利用和你分手让我放松警惕 然后调查我 就连这场舞会都会被他利用 你 相见 这些都是你做的吗 别装傻了 林依舟就是害我弟的凶手 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他现在还在医院里 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 明明证据就在你眼前 为什么只相信你想相信的呢 证据 别那么天真了 行吗 你说那个录音啊 两年前他可以找人替他顶罪 现在他同样可以伪造出所谓的证据 替他自己脱身 不过可惜 他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我 你不能因为你的亲人受到伤害 就一想一个敌人出来报复 这件事情警察已经查清楚了 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你和林依舟为了诬陷我 搞这么大一个舞会 让所有人替你们演戏是吗 这一场舞会是属于我和木木的 不是为了掩盖谁看 是你居心不良 我不得不防 我之所以不告诉木木 是因为我不想让他伤心 我不想让他知道 他最信任的伙伴 竟然处心积虑地要谋害他 你才是凶手 对不起 诶 小梁 你大晚上去哪儿啊 我去酒吧找夏琳 酒吧 夏琳 你 喂 您好 你问你是药良的姐姐吗 如果那天你没有拒绝小梁的告白 他就不会大半夜跑去酒吧找你 如果没有看到你们所谓的美好的相遇 他也不会喝醉酒发生意外 而你呢 自始至终不知道小梁为你经历了什么 你可以何无罪恶感地享受生活 享受关注 享受别人对你的追跑 享受爱情 享受一切 做一个清白无辜的人 而我弟呢 他现在还在医院里 我妈每天以泪洗面 我呢 辞了工作从头开始 还要每天面对害我全家的人 一个不够 还要再来一个 所以你一年前来到我身边 成为我的经纪人 就是为了要给你弟弟报仇 你断送了他的一生 让他一无所有 我这个做姐姐的总要做点什么吧 你不是想当大明星吗 好啊 我就好好经营你的事业 让所有人都关注你 等你习惯了这种虚荣 我再让你感受到被人唾弃的滋味 只是没想到 定乡 这是由你 和姥彊 不行 才差 但大家都明确 hätten 你传逐 teu 为了让你所谓的仇人付出代价 可你呢 现在呢 你现在就是坐简自负 牟牟 没事了 江小姐 我们已经选择报警处理 我已经选择了你 林依舟 你知道吗 江雨时刚成为我经纪人的时候 我们那时都很青涩 可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 他陪我一起拍戏 一起拗大业 一次次替我向导演争取好的角色 好的机会 我有绯闻的时候 他比我还着急想要替我澄清 可今天他却告诉我 他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让我爬得更高 摔得更远 我真的难以想象 人心可以叵测到这种程度 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 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 虽然他是被人利用 所以才走向极端的 但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人 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这件事的肇事者已经找到了 可姚良 也许永远都写不过来了 她才是这件事上 最无辜地受害者 木木 你放心 我已经帮她安排了专家会诊 看看有什么新型的治疗方案 可以治疗她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她有机会醒过来的 谢谢你 善良的灵先生 谁让我找了一个 人美心善的灵太太呢 今天这次舞会 原本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没想到 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没事的 不重要 能够遇见你已经是我这辈子 最大的幸福了 我也是真的没有想到 你竟然还记得 两年前我们出狱的那一天 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惊喜 好 好 来 我还想给你一面 两天 太太 不想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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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江玉士 我们今天来想聊一下你弟弟的事 别冒昏浩子家四伯了 等一下 你先听我们说完 再做判断也不迟 行 有什么直说吧 林一舟找了全球最有名的脑科专家 给姚良治病 医生今天说 她有醒来的可能 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凭什么这么做 姚良毕竟是木木的同学 虽然你动机不纯 但是你为木木的事业 确实付出个心血 木木有意愿帮她 我当然支持木木 我们来就是想告诉你 关于姚良的事情 后面有什么进展 我会再来告诉你 姜姐 你好好想想吧 我们先走了 等等 师父为您 给我资料嫁祸于你的 师父为您 谢谢 所以这一切 都是跟傅为宁有关 你别担心了 我会处理 嗯 喂 雯丽 帮我锦盯傅为宁 好的 老板 你有没有 unstat 好 你只能你 把我耶 什么 我说 你只是让我 你地人 要小小 我 你的 小小 乖 我 以为你 你们 座 我 数落 呢 我 就是 你 梦梦 梦梦 怎么了 你做噩梦了 睡吧 睡吧 我真的没事 睡吧 来 睡吧 没事了 这次还不错挺好的 后面如果有新的计划咱们再做 好 先把资料这两个本子给她看一下 后面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 好的 那我们等夏琳过来再看一下 好呀 我们就交给你了 夏琳 我要跟你引荐一下 这是你的新执行经纪 月儿 你们这么熟不用我再介绍了吧 夏琳姐 我会努力的 我的新经纪人请多指教 以后我们一起努力 那接下来让玉元跟你聊一下 后面的工作计划 我还有别的事 得先走了 好 好 拜拜 玉元经纪人 现在我们可以聊工作了吧 对 夏琳姐 这是我筛选出来的两个剧本 一个是小成本悬疑电影 一个是上星行程剧 我觉得两个本都挺不错的 你看看喜欢哪个 你觉得哪个适合我 没关系 你大胆说 现在你是我的经纪人 我需要你的专业意见 嗯 这个悬疑电影虽然成本小 但剧情和利益都挺不错的 很考验演技 所以难度也会比行政剧大一些 但是行政剧市场会更大 国民度也更高 你分析的还挺专业的嘛 不过我觉得 悬疑电影的人设更加吸引我 复杂多疑 但又心怀善念 抉择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而且很有挑战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选 选一电影 我也应该跳出舒适区 去迎接更大的挑战 放心吧 我一定可以的 夏琳姐 我相信你 你一定可以成功 嗯 加油 我觉得预言还是挺有眼光的 是吗 嬷嬷 现在一切都已经步入正轨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 把婚礼给办了 我还是想 好好完成工作再说 我知道 嬷嬷一直都很努力 工作工作 现在 来 好吧 工作吧 嗯 谢谢零贝斯啦 嬷嬷 那你先去忙吧 我也要开会去了 到家记得给我发消息啊 嗯 拜拜 怎么了 老板 我们派去盯富威宁的人跟丢了 赶紧在嬷嬷身边 再多派几个人报 是 喂 嬷嬷呢 夏琳姐 刚走啊 喂 嬷嬷 你在打啊 我刚刚在电梯里没有信号 怎么了 有事吗 没事 就是 想问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好 没事了 拜拜 老板 老板 宝贝那边说 夫人那边一切正常 好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没事 快 吧 你 今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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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女朋友 什么跟什么呀 软萌 这不是那天那个女孩吗 没想到老板真被她给追上了 原来老板这么好追啊 早知道 早知道 早知道你也追不上 我不见老板早就对她有意思了 人家才是狼才女猫天生一对 你别想 怎么 现在都不工作 开始讨论起我的八卦了 你看这还挺好的 是挺好的 喂 楚颜 不好意思啊 我只是觉得那张照片很好看 我 不是故意 我知道 真的很抱歉 打扰到你了 没事啊 你不用在意 到时候我就发一条胡友 说 我的女朋友就是薄杰旅拍 这样还可以顺便打个广告 楚颜 其实我 邱总 全都到齐了 好 好 叫他们进来 好 我还有工作 我先挂了啊 好 那你先忙吧 拜拜 拜拜 他是不是还不知道我喜欢他呀 那我要不要直接告诉他啊 不行 事情就是这样了 我已经把我全部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我的天哪 江雨时太恐怖了吧 这简直就是一部烧脑悬疑剧啊 从一年前 主动申请带你开始 就计划着又报复你 先把你捧上最高位 再让你千夫所指 身败名列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按理说我应该感谢他 无能有今天 很大程度上也有他的功劳 只是我一想到他做这些 都是有目的的 就让我觉得特别可怕 你能拥有现在的一切 都是靠自己认真努力得来的 而且他也没有很尽心地帮你啊 之前不是还在暗地里 跟你使了很多小伴子吗 上次的绯闻 这次的分手 表面看起来是在解决问题 但实际上 不过话说回来 要不是他弟弟出事了 他应该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一切都源于那该死的酒驾 所以我有时候在想 如果我把姚良的事 早点告诉他 也许我们之间 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误会 他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可后来我想明白了 他本来就对我有偏见 就算我解释再多 在他看来我也只是在狡辩 人哪 总是选择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你说你们事情圆满解决了 证也领了 求婚也补了 那你准备 什么时候拍婚纱照 拜婚礼啊 这个可能要等到明年了 眼下我要全力以赴的 好好拍完这部电影 看来我今天是穿不上伴娘服了 你可以先穿婚纱啊 我觉得婚纱比伴娘服更好看 我才不要像你那样 那么轻易地就去领证呢 要向我答应 必须得有一场盛大 而又浪漫的求婚仪式 求婚地点呢 也不能太普通 兵与火之地 勉强凑合吧 求婚戒指呢 也不要钻剑 太俗气 我的戒指 必须要用永远不化的 千年寒冰打造 里面呢 至少得包裹十一种颜色的激光 只有这样独一弯的戒指 才能打动我 我真的很为婚丽担心啊 直说我要嫁给她了 是吗 你要是不想嫁的话 等我以后把它介绍给别人 你敢 杀你 我就敢 菲菲 文头珠 夫人 这是老板给你准备的 金组必须用品 哇 零贝斯也太贴心了吧 让我看看有些什么东西 咖啡 小巅峰扇 巨组必备啊 还有饼干 还有ABC汉方纯年 哇 零贝斯还知道满姨妈金呢 这个还是汉方精粹 具有养护功能的呢 简直就是模范老公啊 鲜姨妈 你也可以拥有啊 这话是说给谁的呢 你听到了吗 买吗 菲菲 下次你来那个离家的时候 我也给你买 好好好 不要再说了 老板 夫人再准备一个舞会 是吗 你看 我的木木要给我准备一个惊喜 羡慕吧 其实菲菲 也给我准备过惊喜 是吗 喂 菲菲啊 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啊 什么事啊 你能不能 也给我个惊喜啊 啊